传载400家号作者,称呼体育刚刚兵败,雅加达的中国U23男族,还从舆论的口注逼法中爬出来,开始集训的U21男族,又又进,那新一轮舆论漩涡中,他们刚刚在云南区进去新的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上,一比零艰难战胜免电队,其实关于这场比赛, 球迷和广大媒体,知道的信息并不多,因为没有电视转播,之前央视本来是安排了转播的,但因为处于对年轻球员保护的考虑,临时取消了转播,结果中国U21男族,在刚刚当任的荷兰名帅西丁克的注视下,就赢了一个一比零,还伤了球队中场大将张远,另外对方免电队的主帅还不客气的表示, 是,我们不过是受到了七名主力,可以想象,只有是一波在国际大赛上,胸多极少的新队员,毫无疑问,出现这样的局面跟中国足球人才储备,不够充分有很大关联。 姚明几年前在一次外媒采访中,明却说道,中国足协助策运动员不过六千人,这看起来是男足成绩差的一个客观理由,但问题是紧跟着,姚明就透露中国篮协助策运动员更少,才只有三千人,可就是靠着这三千名注策运动员的基础。 中国篮球在今年的亚加达亚运会上,拿到了男女篮和三对三男女篮全部四枚金牌,相比只有一枚女足银牌的中国足球来说,可以算得上是大获全胜,成绩巨大悬殊的背后,也包含着人才质量和领导能力的原因。 表面上看,其实六千人和三千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,不过可以肯定的是,蓝鞋的三千人远比足鞋的六千人质量高得多,因为有身高的硬框框,这三千人算不上优中选优,也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篮球苗子。 相反,足鞋的六千人,到底,是不是真都是铁球的好苗子,可就不好说了,另外除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,是不是有一个真正动行,是不是优秀的领导,也至关重要。 2017年初,姚明刚刚正式就任中国篮鞋主席,他屡职的时间,可比被创完极有可能,从足鞋主席为止,正离开的蔡振华断得多,都说蔡振华上任时,恰逢足他早赌大黑的前夜。 经过自罚风暴之后,中国足球从大乱到大师的过程中,克兰坛又可尝不是如此,人穿亚运会,东亚运动会,男篮亚锦赛惨败,男女篮群欧乱象不断炸烧花烧烦烂,中国男篮人才长时间退出NBA舞台,所以归根结底。 篮球足球的复兴,关键还是人才培养的较量,领导层需要人才,根基土壤同样需要人才,不知道这次蔡振华如果真的从篮鞋副副主席的位置上离开,中国足球能选来一个更靠谱的领导吗?